侵略民调机构台湾民意基金会25号发表蔡英文声望及时民调 20岁以上台湾人3成8赞同其处理政务的方式 4成8不赞同 不赞同比赞同多9.8个百分点 该基金会董事长游英龙表示 这项发现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 那就是蔡英文再度陷入一个新的施政困境 游英龙说 过去一个月 台湾内外政治环境没有重大事件发生 除了2024年选举 就是近期进口鸡蛋风暴成形 此前民调显示 5成7的受访民众 不满意台农业部门前主管陈吉仲 近期处理进口蛋争议的表现 意味民意强烈 且几乎全面反弹这项施政 此外 中国国民党及明代洪孟凯 23号针对进口鸡蛋风波 专家被恐吓一事 质询台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时 陈建仁竟然面露微笑回应 对此 当内网友批评称 所以连演戏都懒得演了吗 民进党真是无能又无耻啊